陳全國這件事情已經是成為一個共識 很多的人權組織 包括美國國會的重要的國會議員 甚至包括白宮的一些主要的國家領導 都在有所表示應該給他放上去 白宮一開始去年的時候 也是願意把他放上去 但是後來發生了很大的變化 這個變化我覺得就是 馬格尼斯基法案的另外一個弱點 就是他受外交環境的影響 他要考慮外交關係 這個法案不是說你必須做 他說你可以做 說可以不可以做的權力 掌握在總統的手裡 那這時候如果他認為陳全國 他不僅僅是新疆的中共的黨的書記 他是中央政治局委員 按照共產黨的這個說法的話 他是黨和國家的領導人之一 層積太高 美國對於懲罰他呢 還是有很多的顧慮 所以我非常同意前兩位嘉賓所說的 這實際上能不能有效地實行 馬格尼斯基懲罰法案的話 是一個標誌 能夠標誌美國是不是對中國的人權 真正的做一些實事 谢谢观看